哈喽一个餐厅除了提供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之外还能够提供消费者什么样的体验价值呢 在德国的Bremmerhaven有一家餐厅Flavor Lab调味实验室 这一家餐厅的特色是让消费者可以调配自己喜欢的调味油 然后加在菜肴里面 菜肴上桌之后呢 消费者可以从20种不同的客制的调味油里面挑选自己喜欢的 那么这个调味油的基础是纯橄榄油 然后参入可能是阿拉比卡咖啡豆 米叶香木瓜或椰子等不同酸甜苦辣的味道 那么我觉得这个乐趣呢 其实就是用餐之外的附加价值 那么我记得在京都吃Walabi Mochi绝饼的时候 他们也让我们用古老的石旧磨黑豆粉 然后完成这一道甜点的最后一道手续 那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乐趣呢 也许就是一部分消费者的心声 希望能够在用餐的同时也能够获得知识性的乐趣吧 你觉得呢 谢谢大家